你们知道月蝉即将陨落时 十号有何反应吗 他竟不惜牺牲自己 也要救出月蝉 书接上回 当月蝉真正进入收服清月宴的过程后 十号也开始认真严肃起来 不再细皮笑脸 这个过程极度危险 一旦出现意外便会灰飞烟灭 月蝉神圣无暇 他在迎送仙古祭祀语 要与清月宴化作一品 可即便如此 依旧需要消耗大量先天本源 不断地有血气从毛孔溢出 在虚空中燃烧 他的情况有点不妙 摇摇欲坠 太过吃力 这样下去必会失败 十号见状喷勃出一股先天之惊 帮助月蝉补充真元 在月蝉稳住身形后 那清月宴明显柔和了不少 而且温度骤降 一切似乎都已经成定局 将要成功 可突然间月蝉的身体一震 火肿竟然再次发生变故 隐约间有一道恶罗挺拔的虚影浮现 令他再次光芒大盛 这虚影显然就是传闻中的清月女仙 他曾询问过其道灵面对神火时 会不会有妖艺的事发生 当时其道灵表明无需担心 神火与昔日针线早已无关 可如今的清月宴非同寻常 月蝉发出闷哼 他忍受着巨大的痛苦 他已经支撑不住了 不行了 我可能失败了 清月宴可怕的温度足以将神器焚成尘埃 更何况是一名尊者 月蝉的身影已经有些模糊 他的生机遭到严重的破坏 十号立刻以神面勾动火焰 他想要将火焰吸引过来 帮助月蝉摆脱 下一刻青色火焰将十号阵飞出去 并烧得他浑身焦黑 十号知道清月宴中出现了仙影 或许仍存有灵质 便怒斥道 你这妖活哪有什么真仙器语 跟一个小女子计较算什么 有种 冲我来 而后十号穿上来自无人禁区的破烂法衣 冒着生命危险想去将月蝉从火焰中救出 月蝉形体受损严重 目光早已暗淡 但此时看到十号拼死相救 还是多了一些光彩 他劝到十号赶紧逃走 不要白白送死 十号并没有在意月蝉的话语 他的手臂贯穿熊熊烈虎 将月蝉一把拽了出来 快速向后退去 那清月宴并不肯就此放过月蝉 想要彻底将其炼化 月蝉直言真仙以火 不可抗衡 用力推开了十号 此刻月蝉的神魂被点燃 全身被烧焦 生命即将走到尽头 十号急忙将破烂法衣罩在月蝉的身上 法衣虽然破烂不堪 但还是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但所有危险瞬间都转移到了十号那里 轰的一身火光洒落击中十号 若是换成旁人 必然会在火光中化为灰烬 十号浑身剧痛 被撞进废墟深处 清月燕则是再次缠上月蝉 破烂法衣也被震开 从月蝉身体上脱落 不能继续守护他 月蝉拼尽最后的力气让十号不要过来 但十号并不肯就此放弃 他祭出丹炉 倒出天河之水 还有那块黄泥 准备动用所有手段来抗衡清月燕 然而一道火光再次震飞时好 不过这次的火光很特别 只是为了推开他而已 与此同时 清月燕中的仙女烙印更加清晰了一些 仿佛之间还发出了一声叹息 并且笼罩月蝉的火焰逐渐变得柔和起来 月蝉也重新焕发生机 像是凤凰御火重生 月蝉的眉心在发光 那一次仙道神形的印记 竟与清月燕中的女子烙印产生了共鸣 不论如何 月蝉显然已经度过了这次危机 她的头顶上那轮清月在不断变大 仿佛有一位真仙药将士 月蝉将自己调整到了最佳状态后 口中送出祭祀语 与那清月燕构建成了神秘的契约关系 下一刻清月燕消失 与月蝉眉心的印记彻底合二为一